底层的温度精英的视角 我们今天这一集 继续从美伊的形式开始聊开去 主题是中国2020年跟美国 是不是有一个货币的较量 金融上的较量 美伊这个形式 我们应该说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今时今日的世界局势来说 只要是没有围绕着中美关系本身进行展开 就是要直接的 不能太间接 什么比较直接 香港跟台湾就比较直接一点 还有贸易战 这种比较直接一点 只要中美 比如中美的货币 美元跟人民币的这种对话 它的大幅波动 这个是直接的 但伊朗这个问题 代理的问题 美国就没有插手 相当于是说 伊朗可能是中国联系更加密切一点 因为跟美国更敌对 如果美国跟伊朗再在第三方 再打代理人战争 再这么麻烦 那恐怕美国可能真的会被拖到泥堂里面去 所以我们看到国会现在限制了特朗普 他动用武力在中东 这个就是大家精英阶层都把注意力围在中美关系边上 分岔的事情长是不能再做了 所以我们说了 现在今时今日 我们如果否认G2是有多么大的错误 哪怕是川普先生 以及国会 他们都认可 现在其他的事情 纷争是次要的 主要的还是主美方向上 所以没有爆发真正的冲突 应该说美国冷气吞声 应该是有不少程度的 要按以前的路子走 那你这个伊朗 你还地区性大国呢 跟苏联都能够搞到那么紧张 都快要爆发更剧烈的冲突 好 那我们再转到现在我们的主要内容来说 就是那如果是2020年这里 这个美一局势 按现在这个形势不停的缓和下去 没有出现更多的意外变动 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 我们前面也有一个简单的判断 可能美国跟中国的这些军力对比 真正实战能力 考虑到兵器的先进程度 这些方方面面 可能美国是十分 大陆是两分 但是假以十年之后 中国大陆可能会达到四分 美国可能还有十分 还是满分十分这样的对比 那么美国这个拥有一个五倍的关系 一个数量级的这种优势 就会慢慢的消散 所以必须的及早的把这个优势用出来 那我们看一下 现在在2019年 我们看香港的问题 我一直是把它归类为舆论上的冲突 舆论战 那贸易战也已经在开打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金融战 整体形势还是比较稳定的 比如说我们讲一个关键的 离岸人民币的汇率 离岸人民币 那它现在是在6.92的样子 现在是1月10号 那6.92这个情况 从前面的7.19 慢慢的出现了一个回落 那么整体的这个波动 应该说没有让中国大陆 出现很尴尬的局面 那其他方面 比如说国内的房价下跌 这个调整 应该说也没有引起过度的恐慌 虽然说很多城市二手房的交易价格是跌了20%甚至更多 甚至很多银行是出现了爆雷的情况 金融体系内部很多小的调整 P2P这些问题 包括一些更加大型的机构公司都出现了这种财务的问题 但是几乎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 因为本身一些调整是自己就要进行的 而出于美国这边或者说中美之间的关系导致的金融风险 目前来看仍然没有出现 不像贸易战是说 有一些订单是确确实实出现了 对打对折的情况 甚至百分之七八十没有 所以舆论跟贸易是两个比较高阶一点的事情 但是中间一直缺了金融的方向 而金融方向其实已经开了头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2019年的香港的问题 这个是在2019年是在舆论上面大家争吵的更激烈一点 但是真正的说港币有剧烈波动吗 没有 能币有剧烈波动吗 没有香港的金融地位现在受到了巨大的挑战跟影响吗 受到了 但是没有产生一个恶劣的结果 港币有这个港股有大幅的波动吗 仍然也没有看到 在港股上市的中资企业有特别大型的公司被做空 然后真的跌了很多吗 也没有 都是一些特细毛毛的小公司 本身问题都多的 所以这一系列事情看来 在金融上面 在这个高阶事情上面 还没有充分给到这个足够的力气 所以我觉得2020年 这个伊朗问题缓和了 那么冲突会在哪里 我们回到这个关键点上 就是G2 那个G2里面 现在还缺关键的一招 就是金融上相互的这个 对抗 那好 我们现在说 金融上相互对抗 那么会有几个可能潜在的一些波动 跟变化的 比如金融问题 货币就是一个 关键的表象 比如说如果真的爆发了金融对抗的话 那哪些东西可能会出现变化 比如说人民币 比特币 美元 欧元 这些的变化 比如我觉得的话 欧元可能会更加收缩一点 因为从国际资本流动的角度来讲 中美肯定是更加能够拉拢的情况 那么欧元可能在整体上面 如果说你是资本家 你会愿意投资很多很多钱 把所有的靶项压到意大利吗 压到西班牙吗 那边的劳动意愿没有那么强 科技创新活力也没有那么高 是吧 人口 老龄话不说 比日本中国严重 但是也不是很年轻的国家 那如果从人口老龄 人口红利也应该去印度 是吧 如果从科技创新应该去美国 或者是来中国大陆 从什么角度来考虑 最多就是一点点避险 可能可以去西班牙意大利 当然也有很厉害的法国跟德国 特别是德国是吧 那但是毕竟是少 所以欧元可能会受到削弱 那其他的这个货币方向 就要看具体斗争的情况了 比如比特币跟人民币的变化情况 比如中国会不会推出数字货币 会在什么时间点推出 是在对抗很激烈的时候吗 还是说主动采取一个进攻式的防卫呢 就是为了防御出现重大的波折的时候 短缺美元的时候 是不是在那个时候要推出数字货币 那什么原因又会导致美元短缺 的这些情况 因为现在中国还必须要强调外汇储备 才能稳住人民币的价格 才能稳住这个世界各国跟中国贸易时的信心 还是需要靠美元的这个背书 外汇储备嘛 还是在公布这个关键的数字 那我们看其他方面是什么呢 比如更小的一些变化 到国内的话 无论是出于欧美的西方的压力 还是说国内金融体系本身的低效 以及过度往地方政府跟国企倾斜的这么一个现实情况来说 应该说开放是一个共同的结果 国内国外的压力来说都必须要开放 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肯定的事情 比较确定的事情 比如还有一些现在说这个西方的可以到中国来做期货 进行独资的这么一个操作 所以数字货币什么时候推出国内的金融开放以及开放到什么程度 这是国内会给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量 但这两个变动的程度主要取决于看一下 因为美国主要是进攻方 看它怎么做 就是在美一冲突 美一这个事情慢慢的削荡之后 看一下之后这个事情是怎么变动 那我们再说实际一点 除了人民币这个之外 我们说那以人民币计价的 比如说黄金石油跟房地产的这些价格怎么看 包括以美元计价的这个怎么排价上的变动 人民币跟美元的变动之下的这些品种 应该说很多东西是能注意力的一种表现 比如说黄金跟房地产实际上整体的交易量是比较少的 北京上海有多少套房子 应该是几百万套 那它每周能每天能成交多少套呢 比数量是很低的 黄金也一样 全球黄金的储量有多少呢 极大极大的一个数字 但是现在在市面上买卖的黄金 就是国与国之间的流通的黄金有多少呢 其实比例也非常非常的低 黄金的这个变动情况 其实真实的交易来的很少 真实的交易反倒是我们老百姓去商店买黄金 这个交易量可能比国与国之间的不会小多少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 那这个黄金主要是一个储量的问题 是一个避险的问题 因为你这个成交链本身就非常非常的低 占总体比例 那就不能反映供需关系 真正的供需关系是想象出来的 而不是真实的交易的供需关系 就是我觉得可能大家会缺黄金 我觉得可能未来会有风险 那么我们在心理上购买黄金 这个就是期货的一个巨大的变动 那期货这些的信心 这些都来自于市场上的信心 这些信心就来自于大家心里的猜测 目光的投射 就是看一下对哪一个部分会更加有信心 那黄金跟房地产是交易量比较少 但是石油就不一样 石油的交易量是非常大的 而且这玩意儿跟黄金不一样 黄金储存 它是一旦生产出来 每天生产出来 就每天都有这么多的消耗 跟电力差不多一样 你发电量跟用电量实际上是一样的 要不然你放哪存储 没有哪个国家有那么大的存储空间 最多存60天到90天的战略储备 所以你产多少消多少 那这个是来自于什么 石油的变动总体 我们要板定美元来考虑 就是它对于美元的需求 市场上到底会有多高 那中国可能在金融上面的压力的时候 在考虑金融上压力的时候 要考虑到 那对美元的需求 就是对于石油这个需求 能够获得多少石油的一个关键 那对于石油的需求 就会转化为对美元的需求 那这样其实呢 这个油价在未来 也会有一个巨大的这个变动 那当然我这个 整体的猜测也跟 以前也跟大家说过 好那我们刚才聊这么多 那现在金融债的目的是什么 当然是想相互的 抢钱 那相互的争夺资源 那这里争夺资源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把钱拿来干嘛 钱拿来当然要花 一个是花 其实另一个关键是主要的核心 就是削减自己各自的债务 其实我们前面有做一集节目说 中国的负债情况非常的严重 从原来的国营企业地方政府 这里负债很重 一直慢慢的通过房地产 腾挪到了个人跟家庭的手上 导致个人跟家庭 以前中国是长久以来就没有负债习惯的一个国家 在短时间内15年到19年这几年的时间里面 就让个人跟家庭的负债迅速的攀升 甚至有一些出现一些过度负债的个人跟家庭特别多 那这个负债呢 现在我之前我们看16年的时候 就是朱云来应该是朱龙基的儿子吧 那他有说过中国的债务总额 可能在16年的时候已经达到300万亿人民币 这个说法当然有很多种说法 就中国债务总额有多高 有260多亿的 有他这种说法300亿的 那现在2020年可能有更多了 但实际上呢 刚才说了中国债务的这个问题 实际上我们那一集没有提到另一个问题是 现在多数国家债务都非常的严重 那我们有看到有提到过 像阿根廷这种借了外债不能还 导致严重问题的 几次出现问题的 那更多的国家是因为他实力本身比较强 就算有债务问题可以想办法化解 比如我们说西班牙 意大利 希腊问题有没有严重 这个欧洲五国 那这个传统上 他们债务问题一直以来很严重 日本的债务也很高 那美国的债务 现在说是政府有22万亿美元 这个应该说也比较高 所以这么争夺来争夺去这个债务 但我们前面讲那一集债务的时候 债务是可以核销的 它跟黄金一样是一个存量的问题 主要是一个存量的问题 存量的问题要解决存量的问题 主要是一个信心的问题 怎么核销这个自己的债务 就通过金融这个争夺 就可以想办法用对方的信用 帮自己核销自己的债务 然后能够轻装上阵的往前冲 那怎么让自己国家的债务核销呢 对于绝大多数国家来讲 有自己比较擅长的地方 或者叫比较优势 经济学里叫比较优势 就我这个国家 比如说特别能够生产葡萄酒 只要我这个国家很多负债 只要我这葡萄酒越卖越贵 那我这债务就合销了 大家都对我有信心 葡萄酒未来一定是涨价 那这个就可以这样做 但是对于中美两个国家来说 很尴尬的一个事情 美国比较全面的高科技 高科技领域基本上没有它不太擅长的 少 那中国是全工业门类 没有中国不生产的工业产品 几乎是这样 当然也有少数门类 发动机什么这些东西是不生产的 极少 那这个时候都是全面的比较 这个时候合销起来就难度非常大 那什么办法呢 就是靠货币的扩张来相互合销 那对于具体的产品来说 对于中美来说 一两种产品剧烈的涨价跟跌价 恐怕很难合销整个债务 所以能够直接合销的就是围绕 比如说中美两个国家 就是说只能围绕人民币对美元 整体这一篮子货币来进行合销 其他的比如说单个产品的涨价 比如我们前面一直聊起的原油 还有比如说黄金 那说黄金 美国黄金储量很大吗 是很大 那中国黄金储量也不少 是吧 这个中国黄金长期以来就不出口了 很长时间以来不太出口 后来干脆就不出口 那这样的情况 就算黄金大幅的上涨 中国也有办法 原油也是这个样子 原油的话 原油大幅上涨是对市场有大量的石油需求 但是我们也知道石油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 相互制衡很严重 仍然就是要回到桌面上来 就是一揽子货币 一揽子东西全面的加在一块争夺信心 所以金融战的话就比较复杂 就它需要舆论战跟军事冲突 部分的军事冲突对峙对抗来进行金融战 因为金融本身中美两个体量实在太大 没有办法直接的进行 Lend币跟美元的相互的剧烈的变动 所以很多观众说 贬到20什么东西 这个就是这样的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就是你有时候 这个想法就是一下贬这么多 这个是不是稍微天真了一点 为啥天真 中国这么多种工业产品 你说中国一下子贬到20 那这工业产品都不要钱了 我一下就被抢光了 抢光了 这就是把信用收回来了 拒拢了信用能比能贬这么多 所以说这里我们也可以反过来反推分析 为什么 舆论战也爆发了 军事也有一些对峙 是吧 美国军舰有时候通过台湾海峡 那香港是一个金融中心 那舆论战都是在香港爆发的 但是金融却没问题 因为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问题 金融它必须是全面的对抗 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它就从旁边开始绕开 从这个舆论 这个军事 这个方法面面 后面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加进来 好的 那我们这集内容就聊到这里 其实总结一下 就是现在的中美关系几乎是没有地缘阵 你每一个地缘阵子要爆发冲突 就一定是要回到中美的桌面上来 否则它冲突也冲突不起来 假如回不到中美桌面上来的话 可能伊朗这个就是这个问题 美国的精英阶层认为 这个时候没有必要跟伊朗爆发那么样子的一个冲突 所以我们后半部分又聊了这个中国金融开放这些方面的问题 那更多的抓手到最后说到底就是 人民币对美元本身的价格是金融账最关键的核心 只有通过这个升值贬值才能影响整个国家的信心 才能帮自己核销债务 因为中美两国它不光是拥有普通国家的比较优势 而是全球性大国 作为全球性大国 它拥有全面全能的优势 这个时候你只让一两种商品涨跌 恐怕未见得能够影响整个国家的未来 好的 那我们这期内容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